高局不調大喊口號 一邊是反川普陣營 一邊是挺川普人馬 各居一方互嗆叫囂 有人扮成川普 穿西裝打領帶 有人戴面具 模仿川普穿上橘色球衣 支持川普競選旗幟 夾雜川普坐牢標語 場面混亂 但在警方加強戒備下 沒有釀成嚴重衝突 相較場外情緒高昂 法庭內卻氣氛低迷 川普 請你來拍照 面色凝重不發抑鬱 美國史上首位 被刑事起訴的前總統川普 抵達紐約曼哈頓法院 為封口廢案出庭應訊 戲劇性的聽證會審訊 大約一小時 76歲的川普 涉嫌2016年競選總統期間 支付13萬美元封口費 給成人騙女星 暴風女丹尼爾斯 掩蓋婚外情 事後她償還個人律師 柯恩代電的錢 帳面記錄卻是法律費用 成為檢方指控證據 洋洋沙沙34項未造商業記錄 但川普一概否認 堅稱無罪 川普既沒有上考 也沒有坐在拘留室 或拍下嫌犯照片 但依照程序 有按壓指紋 返回佛州後 繼續痛批民主黨政治追殺 要是定罪 最高可判136年星期 川普律師團對外喊冤 將抗告到底 下一次庭審拖到年底12月初 政治美國2024大選逐漸白熱化 話題料將持續延燒 三連新聞全部人報導